李恆齊 平時見李恆齊變魔術就變得多了 今天他就將魔術融入在故事裡面 還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和家長來參加 好了 那我們今天有個魔術咒語 我們魔術咒語是什麼 不是 是飯糰飯糰 OK 小朋友我們一起說飯糰飯糰好不好 1 2 3 飯糰飯糰 今次是李恆齊第一次跟小朋友說故事 他覺得說故事最重要是生動活潑 因為對於我來說我是魔術師 我覺得如果我會用魔術加這個說故事 會令小朋友會有興趣投入多些 所以Open給我變成一個很簡單的 古惟的魔術 還有會有少少tricky的 左手右手左手左手 讓他們的氣氛和我的格幕會減了之後 才說故事 來聽故事的人又覺得怎樣呢 跟小朋友一邊說一邊玩 這件事是 平時是少做 平時是說 只是說 他多些跟小朋友一邊說一邊有玩 這個是挺好的 挺生動的說話 那個講者 裝鬼裝馬 活動一點 另外也有家長說會說多些不同的故事給小朋友聽 讓他們可以學到更多知識 M21news記者潘子豐報導